主持人、監察人、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以及网络直播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以在台湾诈骗的问题可以讲是人民生活每天都是要面对的 在民调显示,大概有九成以上的民众都曾接过诈骗信息以及诈骗电话 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可以讲台湾变成诈骗之道 这也是台湾支持,全世界都知道诈骗台湾想这 这个问题如何严重? 我们光看2022的统计 光被诈骗的犯罪所得的金额 700亿哦 如果再加上没有报案 没有详细的统计出来黑数 绝对超过一千元 如果呢,他诈骗的案子有多少件呢? 3万件 逮捕的犯罪嫌疑人4万6千人 都是创15年新高 尤其你现在看每天诈骗的广告适量通报 哇,都是创新高 尤其投资诈骗的广告,特別多 那我们手机常常都会不断的接到诈骗的简信电话 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个资流露出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国安问题 所以民进党眼睛紧紧紧在看 看我们诈骗集团 这么嚣张 一片一片,骗到现在 啊,打炸了 这个真的有效吗? 真的有效吗? 民众沸腾 感恩没看呢 尤其 让我们感到很痛心的 是民进党领域 纪念到诈骑集团 咯咯敌 大家也看到 长期接受IMV 诈骗集团的赞助 啊,现在案 白后是三个日子 握握一下 现在说不清楚 这个案 也不是本事 是一个hot 所以 那一些先生 你的发文人出来着说 这是个小东西 小事 大家要清告 你的钱怎样骗你 像打那tså骗到 你是想要去尸瘦 阿,这有成小事 啊,能跟 詐骗集团的告拟 没zz 哇 如果贪污腐败 是一个小东西 那我们怎么放心 把国家交给 诈骗 集团 没有办法压制的你们呢 所以 我们就是 你离人民的痛苦 很坑的 真正人民 你没有信到 所以行政院这两年 这几年行立的打炸国家队 打炸办公室 不但越打越多 开27亿 不是都打水漂 忽然就没去 苏阿部一年外 开200亿 200亿 打炸一公圈 没有啊 哪有什么公圈 只剩3千700万 考察出国 什么也没做到 人民政党的立委 也看不下去 政府打炸成绩 别的没关系 有时候又让我们 既在的环境 不够疲 经理都看你的 政府上 看部的整合 效果又没做出来 难怪检察官就直接点名 NCC 金管会 事发部 根本不是在打造国家队中 有发挥 它的功能和角色 所以台湾的文雷 第一个就诈骗 第二个第三个 大家看来的 毒品 枪支 包括 我们的黑帮 黑道帮派 所以我 已经提出了 一二三 整个治安三件 这个治安三件里面 一打造 二少毒 少枪 三持暴 这是我的专重 我来说这个 要怎么做 打造 简单清除 骗如座 拐如故 犯罪所得 超过一定的定额 无论个人和组织 都加重712分之一 提供人头的丈夫 债范提高刑责 这一分之 管控部门的金流 地下费队 控制好事 保护 不要在抬着抬着 要有专责 而且紧盯 让整个部会 能够紧密在一起 而且在资安的掌控上 在网路的查合场 要过得住 心理后面和第三方 要监管好事 再来两岸跟国际的打击 要强化 扫毒呢 现在很严重 影响国人健康 和社会安定 以及毒品 都会和所有的安侠 卡资会 尤其这阶段 校园里面 有毒品侵入 很严重 所以我第一岸 要成立 仿造美国联邦 企图纪业模式 建立台湾的企图署 由专责单位 来查及毒品 第二要做的 从校园毒品开始扫荡 从青少年 是什么原因 在买毒品 管道 跟沿途 给他赫足 第二 对国际的网路上 要去断 毒贩的帮派 他有一个供应链 所以要跟国际刑警来合作 第三 警察在领检盘查的时候 少了很多 查验毒品的仪器 我们要给他补造族 让他有办法发挥最大的功效 第二 我要做掃枪 我第一个说 黑枪 鼓励他住手减刑 第二 模拟枪爆脚机制 要减少社会上 非法枪支 流落在市面上 尤其 很多玩具 游戏枪 是容易从火药室改造的 所以要漏嘛 就是 大家和面都要弄得住 商家在门的时候 都要有标志 第三 你如果非法改造模拟枪 一定要出发 尤其对只要持有 我们也要用稍微出发 因为这个反罪 什么都被非法改造模拟枪的反罪 第三 我们要除暴的部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青少年 被诱拐 被吸收 去做诈骗车手 或是贩毒的帮手 层出不穷 尤其有些集合场所里面 分散市政 经常看到一些黑人都青少年 造成社会观感也不好 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很大 所以我主持人 明晚十八岁 你会被吸收 不论青少年是自我 或是强迫的 帮派的主持者 或是成员 一定加重其行 那不可以任意 而且要借进日本的暴力团对策法 针对黑帮的投资 经由借日本民事纠纷 包括他设立的地点 立法查集管事 绝对不能拜托 所以在这个问题 不管案件 担和射 它其实是一种滚动 它是一种学习 所以不管从个小案到个大案 都会密集的结合在一起 我一定用我这一身的力量 从我当警察开始到现在 一定除恶物尽 我一定用我的誓名 把我们的治安过得好 保护适量老百姓 我经常说一句话 要对好人好 对坏人 不用客气 该办就办 我们只要找对方法 用对策略 我们治安一定可以压到最低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们犯罪既然联动 所以第一个 除了科技办案以外 更重要要锁定所有的犯罪工具 只要让犯罪预防 市政府团队 以及中央结合起来 把犯罪预防的净化环境治安 这后把犯罪工具锁定好 让犯罪有效的 让案件能够降低 所以以前我在当警政署长的时候 95年 我夸不会整合 让整个汽车窃盗大幅下降 连带的暴力犯罪 下降将近市场 这就是犯罪联动 所以我们如果犯罪 不要看得适合 来一定要扮得抵抵 尤其这段时间 你看那个诈骗案 越犯越离谱 很多的案子办出来 结果都是 很多被人犯被囚禁 被内待而死 这个东西 就是小案就变大案 所以我只要当总统 我承诺 一定刚日安 有效的压制 尤其对诈骗集团 全力压诈 一人扫荡 二人扫三分之一 三年减半的目标 我全力拼治安 让治安稳定 生活安全 社会安定 人民能够安心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